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凌晨,德甲赛场迎来一场积分榜前列球队间的较量 慕逊家伯将在主场迎来法兰克福的挑战 两支球队整体实力颇为接近 过去两个赛季四次碰面战绩平分秋色 本赛季的联赛演出颇为接近积分差距只有一分 两队此番交手不妨看好一场合局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慕逊家伯本赛季在德甲赛场 主客场表现差距极大 在主场五战获得四胜 而做客五场出现了四场合局 主客场攻防表现差距肉眼可见 球队能够在主场踢出12比4的得失球表现 阵中马古斯杜林等攻击守火力十足 马古斯杜林个人本赛季攻入七球 卫猎神射手榜前列 然而慕逊家伯上仗在德国杯赛场可谓损耗极大 球队面对德乙球队达斯泰特不但遭遇失利 并且主力门神恩苏玛遭遇脚踝受伤 归期未定 门线上失去了恩苏玛 会令慕逊家伯防线失去定海神针 球队近期失球数已经居高不下 再者庄拿斯和夫曼 科利安纽侯斯等中前场球员亦遭遇伤病困扰 慕逊家伯即便主场作战亦要做好困难的准备 法兰克福本赛季在欧贯联的整体表现不算好 而面对多线作战球员状态和发挥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在此前连续输给波琴和热刺的比赛 明显看出法兰克福防线疲惫不堪的情况 好在此后的比赛连续战胜了利华古逊 使特加踢球者稳住了阵脚 本赛季法兰克福在德甲表现总体来说是不俗的 10场联赛获得5胜2和3负 但细看攻防数据 攻入21球有17个失球 虽然连田大地为首的进攻线球员入球能力不俗 攻击点颇多 但是军场1.7个失球 是球队没能取得更好成绩的关键 此外 法兰克福近年和慕逊家伯多次上演入球超过2球的比赛 双方对攻占打成3比3都曾经发生 本场比赛交手双方激战成和机会大 阵容方面 后卫长谷不成和前锋安斯加纽奥夫等人殷商必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